《金庸名著神雕俠女》 是一本人物關係複雜的武俠愛情小說 所以更加需要台前幕後的溝通 而監製李添勝先生在劇集開拍之前 就開了一個大型的製作會議 盡量解釋和統一人物的性格 以求精益求精 由於劇中有個別演員 是第一次演出古裝武俠劇的關係 監製為了令演員能夠充分掌握古裝造手和新段 去應付拍攝的需要 還特別安排專人指導他們練習中國舞 《神雕俠女》這個劇集的人物都是各有特色 所以化妝造型都非常花功夫去設計 而且人物更多 部分還橫跨二十多年的年齡階段 所以造型都要做三天這麼多 都算認真了 有了 我現在的大小子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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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訪問了 等一下 我有很多新人 沒有騷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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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給我那張 靈靈來的 是OK的 我沒有搏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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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枝架架得出 這枝架得出 做圓形當然要見傳媒 這麼多演員 連攝影機都不可以一次拍 都算陣容龐大 我們的演員配搭 是不是非常恰當呢 還留了一個 就是雕 藝術部的特別道具組同事廢盡心思 希望將這隻神雕 做得活靈活熱 大家猜不猜到這隻神雕有多重 足足有四五十磅 這麼重 果然是份量十足 一切俱備 當然要開鏡拜神 希望開工大家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